台中投连中港转运站 3月28号有外限制确诊足迹出没 环保局派人立刻清销 同一个案还曾经在3月27、28号 分别到无期大雅两所教会 结束后还有到保龄球馆打球 停留时间三小时一并清销 清明年假最后一天台中市疫情一连 爆出五例确诊个案 一例是跟VVG有关系 另外有三例去跟花莲旅游有关系 那还有一例是去台北玩 224998桥台中学18岁的男高中生 已经打了两剂BNT 廉假期间4月2号到台北找朋友 和确诊者出现在同一间酒吧 4月3号他回台中 隔天就出现了咳嗽喉咙痛 快塞阳性 到医院做PCR确诊 CT值10.8 总共匡列家人朋友8人 不过因为他是在廉假期间展翼 是否和指挥中心讨论后 学校不用停班停课 指挥官讨论以后 他在去台北之前的足迹 应该可以不必列入 也就是说是相对的没有危险性的 另外台中VVG婚宴染染疫案 也在加一案24923 46岁的风源男子 达了两剂疫苗 3月31号一彩因后 回到彰化居家隔离 4月4号发烧流鼻水 PCR裁检确诊 CT值11.6 VVG婚宴案 累计隔离人数184人 目前总共有28例确诊 台中就占了5例 持续新增的案例 还有花莲慈祭群聚案 353店 虾皮电刀店 西屯青海店 都出现确诊足迹 案24870 30多岁的女性 达了三级莫德纳 她和花莲慈祭群聚案的 确诊者是办公室的同事 4月1号居家办公 一彩因 隔天又出现口龙痒 4月4号快筛阳性 就医进一步PCR确诊 CT值17 3名家人 还有93名同事 都要居隔裁检 而在花莲展医的 还有这家人 案24793 一岁多的小孩 还有案24794 外籍看护 都是先前公布的 案23768的家庭成员之一 3月27号29号 他们到花莲旅游 看护和小朋友 在4月3号发烧喉咙痛 裁检因转阳 小孩CT值21.81 外籍看护CT值18 目前这一家5口 除了爸爸之外 都染疫 TVM秀黄国轩 裸心台中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